3月30日消息 华为春季新品 包括华为P60和P60 Pro等均将于3月30日时 8正式开售 该系列机型是全球首款支持双向北斗卫星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 全系支持灵溪通讯 预装HallmaneOS 3.1系统 还支持超聚光XMade影像 悠悠与沙黑与沙子肥冷脆 洛可可白四种配色可选 华为P60 8GB加128GB4488元 8GB加256GB4988元 8GB加512GB5988元 华为P60 Pro 8GB加256GB6988元 12GB加512GB7988元 华为P602 12GB加512GB8988元 华为P60基础版搭载了3.0GHz的高通骁龙8加4G芯片 采用了一块6.67英寸120Hz 2700乘以 1220G中挖孔VLED四驱屏 支持1-120Hz L2Po 1440Hz高频PWM调光 10.7亿色 支持华为临近显示 影像方面 该机前置13MP 后置48MP主射F1.4 F4.010档可变光圈 YS加13MP超广角F2.2 加12MP前往长焦YS Lib5倍光变 100倍变焦范围 配备10通道多光谱传感器和激光对焦传感器 支持1080P960fps慢动作视频拍摄 XDFIRM Pro超级绿光系统 超动态范围技术 其他方面 华为P60内置4815MI电池 支持66万有线快充 以及50万无线快充 加加7.5瓦无线反向充电 厚8.3毫米 重197克 支持蓝牙5.2 USB3.1 NFCIP68 对称是双扬声器 再来带大家看一下华为P60Pro 该机搭载了满血版骁龙8加4G芯片 同样采用了6.67英寸120Hz 2700乘以 1220聚中挖孔VLED4去屏 且配备昆仑玻璃面板 影像方面 华为P60Pro前置采用了一颗13MP传感器 后置48MP主射F1.4 S4.010档可变光圈YS Lib加13MP超广角F2.2 Lib加48MP前望长焦 三轴传感器位移防抖 Lib3.5倍光变 10厘米对焦距离 200倍变焦 配备10通道多光谱传感器和激光对焦传感器 支持1080P960fps慢动作视频拍摄 XD-F1.5超级绿光系统超动态范围技术 其他方面 该机配备4810MI电池 支持88万有线快充 50万无线充电 7.5瓦无线反向充电 厚8.3毫米 重200克 支持蓝牙5.2 USB3.1 NSC IP68 对称是双扬升器 还有双向北斗卫星消息